零分零分零分全是零分 我们明明考了一百分 哼 你们的一百分都是抄来的 不算数 我们没有 还狡辩 小辈 你平常考试都是五十分 熊妹每次考试都是十分 大宝最过分 平时都是零分 这次你们都考一百分 怎么可能啊 老师 我平常就是考一百分 为什么我也是零分啊 班里只有你一个人能考一百分 肯定是你让他们抄了 我没有 我们也没有 你们不承认也没有 这次考试 我在教室里抓了监控 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拍下来了 我要看看你们究竟做了什么 这次的挺好难啊 我来丢橡皮决定答案吧 嗨 我丢 师师 欢喜 什么 熊妹居然用扔橡皮来决定答案 是啊 老师 我就是应急好了的 才考的一百分 真的没有成 好吧 那让我来看看大宝的 好困呀 我先睡会儿吧 考试结束 耶 考完回家喽 什么 大宝居然是不小心踩在答题卡上 踩出了一百分 这也太神奇了吧 是啊 老师 我也没想到自己考了一百分 明明我考试的时候都在睡觉 行吧行吧 让我看看 小贝又是做了什么 才考的一百分 这次的题目我都复习到了 我写我写 小贝居然什么都没做 是啊 老师 这次考试我复习了好久呢 所以才考了一百分 老师 这个我可以帮小贝证明 因为我们俩是一块复习的 好吧 是我冤枉你们了 老师道歉 对不起大家 这次考试 大家都是一百分 没关系 小妹大宝 敢把我的好运药水还给我 好运药水 那是什么 小精灵 你说的好运药水 不会是 你桌子上放的那瓶果汁吧 就是那个 小精灵 对不起 我和大宝以为那是饮料 不小心喝掉了 那可是我好不容易再制作出来的 算了算了 我回去再制作一次吧 原来大宝和熊妹考一百分 都是因为好运药水啊 那我决定 取消你们的一百分 老师不要了 我们只是运气好 又没有作弊 不能取消我们的一百分 这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要不要取消 大宝和熊妹的一百分呢 如果觉得应该取消的话 就发送一一一 如果觉得不取消的话 就发送啊啊啊 大家一定要发送啊啊啊 我们好不容易 用一次一百分 本徒在家了 小雪 小贝 小美大宝 都给我起来 教室是上课的地方 不是让你们睡觉的 知道了 谁来回答这道题 老师 我不问 啊 竟然又睡着了 给我站起来 还睡 给我站在桌子上 还不行 你们跟我来 沙漠里这么热 看你们还能不能睡着 比起来更好吃 小鸡我也好吃 还有我 勉强 每个人都要 怎么还是不行 随移魔法 同学们 我们开始上课 不上课 我们要吃火锅 别放毛肚 我放金针菇 我放猪刀 我真好吃 我笑不了了 妈妈妹 快把他们接走吧 我实在找不了了 红烧肉 糖醋排骨 麻辣小龙虾 都是我喜欢吃的 喜欢就多吃点 这是妈妈特意为你做的 喵喵喵 真好吃 小雪 小雪 怎么吃着饭也能睡着呀 小妹 你妈妈不在家 你就在我家看电视吧 谢谢门铃阿姨 小贝 熊妹 怎么这么快就睡着了 大宝 你不是最爱玩游戏吗 这次妈妈陪你玩 呀 糟糕了 那我们快开始吧 大宝 我这样对吗 大宝 快醒醒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妈妈妈 对不起 小雪他们是因为我才这样的 什么 西娜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别和她废话 我们这就去找凯莉 等一下 你们听我说 其实 世界是这样的 可睡仇 我来了 那可怎么办 妈妈知道 肯定会批评我的 你是说 大宝他们是被可睡仇影响了 才会一直睡觉的 就是这样 其实我不是故意的 你们就别告诉我妈妈了吧 我告诉你妈妈也可以 你要把小雪他们变回来 当然没问题 小模拟之力 我不要去小雪了 妈妈再去 孩子们终于恢复了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紫色黄金魔法 我是粉色金球魔法 我是蓝色海浪魔法 我是黄色沙子魔法 我的鸡球快到树上了 谁来帮帮我 我用沙子魔法帮你 小白姐姐你可别帮我了 你的沙子全都落到我身上 我都跟他不快见了 没关系可可 我的狐狸魔法可以飞起来 试图姐姐还是你厉害 对不起可可 燕章老师怎么看起来不开心 让我变出沙子 和老师一起对小人吧 小贝 我刚打扫过的教室啊 我 我只是想 对不起燕章老师 燕章老师怎么看起来不开心 让我用心情魔法来看看 同学们为什么这么爱搞破坏 是不是讨厌我 原来是这样 我呢 燕章老师 是熊妹啊 你怎么还没回家呢 因为我想对燕章老师说 燕章老师 你是我们最喜欢的老师 原来同学们这么喜欢我 我太开心了 热死了 我 我快重死了 我来帮你 救命啊 怎么这么热了 我来了 好凉快 不愧是小雪的海浪魔法 大家的魔法都好厉害啊 可以帮助到朋友们 而我的沙子魔法 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还是离开好了 只要抓到魔法小精灵 通过王国就是我的了 什么 不行 我要去救大家 你们太弱了 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魔法 一起来吧 可恶的黑暗魔王 别嚣张 小白 你终于回来了 回来又怎样 一样会被我打败 黑暗能量 小白眼睛 哼 这躲开了椅子 看照 黑暗能量 沙子魔法 可恶 只能挡住我的黑暗能量 可别小看我 沙子魔法 我的眼睛 什么都看不见了 哈哈 怕了吧 还不快逃 你们给我等着 我还会回来的 小白 多毁了你 嘿嘿 也没什么嘛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我的沙子魔法吗 喜欢就 快666告诉我吧 睡觉考试 现在开始 糟糕 我这两天感冒了 不会一会就要被淘汰吧 大宝 你被淘汰了 我 怎么刚少来就被淘汰了 真是太险了 还好大宝肚子叫了 不然 我打喷嚏肯定也要被淘汰掉了 大宝出局 不要啊 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那好吧 关灯了 大家 请闭眼 哈哈 我要把大家都淘汰了 这样大家就没理由抱怨作业多了 接下来 淘汰的人要写十张事件 最好冠军 可以一个月不用写作业 大家可要注意了 糟糕 十张事件 怎么这么多 我可不想第一个被淘汰 哈哈 为了这次考试 我可是一星期都没有睡觉 这下不怕睡不着了 还好现在提醒给了我陈水药水 这下我肯定就是第一名了 奇怪 这么安静 大家不会真的是都睡着了吧 我好累了 我还是先睡一觉吧 刚刚是谁打呼噜了 完了 我怎么打呼噜了 真相肯定要被淘汰了 不行 我要想个办法 有了 别 只要我把录音机放到大宝床上 老师肯定就会以为是大宝了 我真是太聪明了 我放 是谁刚刚打呼噜了 不说话的话 我可要掉监控了 好啊大宝 原来是你打呼噜了 大宝淘汰 这是你的指掌事件 发生了什么 我都睡着了 怎么可能是我 呼噜声就是从你这里传出来的 这是什么 大宝 就是你没睡觉 在这里偷偷玩手机 你还不承认吗 就是啊大宝 手机可是在你床上发现的 不是你是谁呀 对呀 怎么会有手机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白 是不是你做的 才不是我呢 大宝淘汰 关灯了 大家请闭眼 真是太危险了 快来 我得小心点了 讨厌的小白 竟然把我给淘汰了 还要我做十张十句啊 看我的吧 老师 我要上厕所 小白淘汰 老师 你说什么 小白 你淘汰了 可以去上厕所了 小白姐姐 不是你说的去上厕所的吗 什么上厕所 我明明没有说 我在睡觉啊 小白姐姐 我们都听到了 就是小白 大家都听到了你说话了 大宝 什么是你搞得乖 我根本没有说话 不是我 大家请闭眼 游戏继续 现在就剩下我和小雪了 我可要加油了 我现在睡不着了 小美淘汰 我宣布冠军是小雪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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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结束了 你可以醒了 奇怪 小雪怎么还不行 假模拟之力 剪除 现在 你怎么也在这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今天我给了小雪 穿水药水 但是 我忘了告诉小雪 药水的副作药水 会水三天三夜 原来是这样 啊 不想 不公平 小雪使用了药水 不能算是冠军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小雪应该是冠军吗 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你给我下去吧 住手 你也给我下去吧 太好了 这下 太阳月亮 都不会出现在天空中了 我不想待在海底 我这就用魔法带你回去 不行 你们必须留在海里 别 你到底是谁 真是太过分了 我不能告诉你们 看来 我们只能住在海底了 好亮啊 我的眼睛睁不开了 对不起 我也不想的 可是我天生就是这么亮 太阳你也太讨厌了 你这么亮 谁还能看到最美丽的我 你快走开 美人鱼小雪 你好 可以让我留在你身边吗 当然可以了 你一直散发热量 我要热晕了 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 好吧 海里的美人鱼都不喜欢我 让我去试试 说不定大家会喜欢我呢 美人鱼大宝 让我来陪你玩吧 好啊 那你都会干什么呢 你可以把绳子 绑在我身上挡鞦韆 天上的星星们都喜欢这么玩 可是我不喜欢挡鞦韆 月亮 你能帮我写作业吗 这些题 我都看不懂 可是为了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我一定要写 好 美人鱼大宝 我帮你写 月亮 你帮我写的作业全是错的 害我被叫架掌 你不会写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要骗我 海底世界不欢迎你们 对 你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快离开快离开 大家听我说 其实把月亮和太阳送到海里的人是我 我这就把月亮和太阳带走 什么 精灵君子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那是因为 明天我就要把太阳和月亮都带到黑王国去 我要让童话王国没有太阳和月亮陷入黑暗中 这个黑精灵 竟然要带走太阳和月亮 我得先把太阳和月亮藏起来才行 原来是这样啊 精灵君子 那你快把他们带走吧 美人鱼小雪 我现在就把他们带走 太高了 我们终于回来了 谢谢你小雪 太阳和月亮终于回到了桃光王国的天上了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我们下期见 对不起 对不起 哈哈 我们下期见 小赶